王子齐 江湖人称三姐 1974年出生 从小的王子齐就因为长得漂亮 而文明十里八乡 进入学校以后 更是因其出众的相貌 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但她呢 却很早就辍学了 成年以后的王子齐 身上散发的魅力 越发让人着迷 她也极其善于利用自身的优势 在1994年 刚满20岁的王子齐 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她和妹妹王婉宁 开了一家月西美容院 表面上是美容院 实则是一个卖淫窝点 后来又陆续开了十多家茶楼 其中最为文明的 就是重庆亮点茶楼 后来 王子齐成为了当地一名官员的情妇 生意做的那也是风生水起 亮点茶楼 一般在下午两三点开门 一直持续到凌晨 生意一度火爆到约一个号 比约一个当地的医院专家号 还要难的程度 1994年以来 王子齐收容2000多名妇女 从事卖淫活动 使用黑色手段 胁迫100多名良家妇女 为自己招揽生意 对于不服从管理者 敢于反抗者 使用各种暴力手段打残 打死 逼疯 轻伤者 不计其数 获取了超过一元的经济收入 在2009年的8月初 随着文强的倒台 王子齐的黑色生涯 也走到了尽头 在2010年的7月一天晚上 200多名阿瑟突袭了亮点茶楼 一举捣毁了这个盘踞 在重庆十多年的卖淫窝点 和犯罪团伙 解救了上百名 被王子齐团伙残忍压榨 和奴役的妇女 在2011年的12月 王子齐被判处了展立爵 他也是国内第一个组织卖淫 最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人 王子齐的发家史 就是一部残酷的犯罪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